明朝末期 有一个顽固子弟名叫武先生 平常喜欢呼朋唤友吃喝嫖赌 素花棉柳 父母管得严 他总是偷着跑出去胡混 到了他十六岁这一年 父母双双亡固 家产轮到他馆里 没有父母管教了 他成了自由身 也不读书了 把家产丢给老管家管理 带着上万两银票 跑到江南游玩去了 到了苏州 武先生和一名红尘女子好上了 住在他家 女子见他带了许多银票 作举哄骗他赌博 几个人合伙诈骗他的钱财 不到半年 武先生身上的钱财变化光了 女子翻脸不认人 把他赶了出来 武先生身无分文 只得乞讨回家 这一天 走到一个小山村里 他看见村头人家里 只有一个老婆婆 便进去讨饭吃 趁着老婆婆在厨房里给他做饭之时 他偷偷溜进卧室 翻箱倒柜 偷了几罐铜钱跑了 这几罐铜钱 是老婆婆的儿子托人送来给他家用的 老婆婆的儿子在县城做生意 一年半载才能回一趟家 老婆婆发现铜钱被偷了 急得大哭 寻死密活 被邻居劝住 凑了一点钱 让他暂且度日 老婆婆跑到土地庙里祷告 希望土地爷惩治这个恶贼 五先生拿着这几罐铜钱 一路上在小酒馆里胡吃海塞 没几天便用完了 又开始沿路乞讨起来 这一天 走在山路上 忽然跳出一头恶狼 挡在路上 呲牙冲他扑过来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忽然出现一个女子 吃退恶狼 救了五先生 女子说 你偷了老婆婆的铜钱 土地爷驱使恶狼来吃你 幸好我来得及时 他让五先生 在小溪里洗干净身子 扔给他一套新衣服穿上 把他带到一处洞府里住下 女子自称是牡丹仙子 一百年前 他触犯了天条 被贬下凡尘 变成一株牡丹花树 落在五家仙祖的后花园里 多亏五家仙祖是个爱花如命之人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牡丹仙子才没有遭受劫难 有一年 一个恶少看中了这株牡丹花树 带着人闯进来 想强行挖走 五家仙祖拼死保护 在混乱中被恶少打死 恶少见出了人命 才带着人逃走 牡丹仙子处罚欺满 又回到了天界 为了报答五家仙祖的恩情 他才来搭救五先生 两人完了婚 住在山洞里 第二年 牡丹仙子生下一个男孩 山洞很宽敞 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 很是舒适 山洞外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牡丹仙子 总是带着五先生在洞外游玩 吟诗作父 两人非常恩爱 日子过得非常惬意 转眼两年过去 五先生渐渐感觉到 山洞里的生活乏味起来 出现了审美疲劳 像他这种风流的个性 又怎么能够静心守着 唯一的女子 他的花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对牡丹仙子提出 想回老家看看 牡丹仙子笑着说 你的心事 我又何尝不知 不过 孩儿还没有长大 你先暂且忍耐一下 等到孩儿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你就可以带着孩儿回去了 五先生说 我的家境还不错 可以把孩儿带回去 故请奶妈抚养 牡丹仙子生气地说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我是在帮你们老五家 孩儿现在带回家 养不活 牡丹仙子讲出了原因 原来 五先生风流成性 行为不检点 有亏德性 上天惩罚 他没有后代 他为了报恩 违背天道 帮五家留下后代 这些年 他一直四处恳求 葛露神仙帮忙 太白金星已经同意 修改五先生的命数 让他留个后代 不过 孩子是神仙和凡人的后代 体质和凡人有差异 人间烟火养不活他 只有等到十八岁成年 神行固定后 才能回到凡间 五先生半信半疑 只得住下来 牡丹仙子对他温柔体贴 让他的身心充满幸福感 转眼间 孩子长大了 快要过十八岁的生日了 牡丹仙子给他定了一门亲 是山中千年狐仙 与凡人生下的狐女 长得非常漂亮 到了孩子十八岁生日这天 牡丹仙子做主 把狐女迎娶进屋 让两人完了婚 蜜月期过后 牡丹仙子催促他们动身回家 他摘下三片牡丹花瓣 随手一挥 变成三头驴子 五先生和儿子媳妇 各自胯上小毛驴 小毛驴腾空而起 宛如腾云驾舞 不一会 驴子落了下来 又变成了三片牡丹花瓣 五先生定睛一看 已经到了家门口 老管家喜出望外 赶紧将三人迎进家门 这些年来 老管家兢兢业业 把五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家里粮食充足 存了不少金银 过了一段时间 老管家见五先生孤身一人 提议给他那个小妾 被他拒绝 不是他改变了风流本性 而是他发现 回来后 身体丧失了那方面的功能 才恍然明白牡丹仙子说的对 老天以这种方式惩罚他 五先生忠心感谢牡丹仙子 让他过了十九年的幸福生活 还给他留下一个后代 后来 他禁不住思念 曾经孤身一人去山中寻找过牡丹仙子 无功而返 很久很久以前 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秦的人家 户主夫妇双双死于一场意外 留下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秦怡珠 由奶奶柳氏抚养 幸好家里有几亩薄田 农忙的时候 央求左邻右舍帮忙 农闲的时候 柳氏靠纺线织布挣钱来补贴家用 日子倒也过得去 转眼五年过去 秦怡珠已经长到六岁了 眉清目秀 很是惹人爱怜 这一天 柳氏正在菜园子里忙碌着 忽然觉得头疼 赶紧往家里赶 走到门口 猛地倒在地上 秦怡珠吓得哇哇大哭 呼喊着奶奶 左邻右舍听见哭喊声 慌忙跑来探看 却发现柳氏已经断了气 大家不免唏嘘一番 商量着凑钱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把柳氏收敛进棺材 通知秦家的亲朋好友来付丧 到了晚上 几个晚辈在灵前守着 让秦怡珠去睡 可是她哭着不肯离开 跪在柳氏的灵前发呆 秦怡珠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却不觉得饿 奶奶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以后她该何去何从 在乡房里 几个至亲正在商量 秦怡珠这孩子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 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说白了都不想拿钱出来 谁家也不宽裕 有人出了一个馊主意 干脆把秦怡珠过计给米秀才当儿子 米秀才一生未娶 膝下正好缺个后人 秦怡珠的堂姑 马上大哭起来 数落到 我可怜的堂哥呀 这样一来 不就断了香火吗 你们好狠心啊 大家文言 好不羞惭 都沉默不语 忽然 棺材里传来一阵响动 有人高喊 诈尸了 大家文言跑到灵前 果然见棺材里 响起了敲击声 吓得脸色煞白 都不敢上前 秦怡珠好不高兴 跑到棺材前 高声喊着 奶奶 棺材里 仍然响着敲击声 秦怡珠跑到堂姑面前 拉扯着她的衣衫 喊道 姑姑 奶奶醒过来了 你快去帮帮她 堂姑大着胆子 上前推棺材盖 还好 是一口薄皮棺材 棺材盖很容易推开了 只见柳氏坐起来 说了一声 真是一场好睡 然后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堂姑急忙伸手搀扶 大家赶紧围过来 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 柳氏笑呵呵地说 孙子太小 阎王爷不收 让我把孙子抚养成人再说 就这样 柳氏活过来了 大家都惊奇不已 最高兴的 莫过于秦怡珠了 奶奶就是她的天 她的天游无比阴暗 忽然转到晴空万里 她能不高兴吗 柳氏活过来后 大家都问她 阎王爷长得啥样 阴间是个什么样子 她总是含糊其词 不过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柳氏的纺织手艺变好了 纺出的现支出的布 成为抢手货 比市场上的价格高出两成 不到两年 柳氏的日子好过起来 把秦怡珠送到私塾里启蒙 而且细心的人们发现 柳氏似乎越来越年轻了 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看起来和三十多岁的小媳妇一样 大家都笑着问 柳大婶 你吃的什么灵丹妙药 怎么往年轻上活了 柳氏总是笑着说 日子好过了 孙子长大了 这心情一好 能不年轻吗 大家想想 也是这么回事 都夸秦怡珠福气好 探上这么一个能干的奶奶 谈指一挥间 十年过去 秦怡珠已经长成十六岁的小伙子了 考上了秀才 柳氏也用积攒的钱 置办了三十多亩粮田 还给秦怡珠说了一门亲 只等十七岁一到 就迎娶过门 这一天晚上 柳氏穿戴整齐 把秦怡珠叫到跟前 说道 你也长大成人了 可以撑起秦家的门户了 奶奶也该走了 其实 我不是你的奶奶 你的奶奶早在十年前就走了 我是嫦娥仙子 很多年前 柳氏独自抚养着儿子 靠纺线织布度日 有一天晚上 一名妙龄女子敲门 自称常侍 愿意帮柳氏干活 求柳氏收留她 也好有个安身之所 柳氏心生同情 把她收留下来 认作干女儿 五年后 常侍告辞 终于讲出实情 原来 她是天上的嫦娥仙子 因为触犯了天条 被罚下凡尘五年 多亏柳氏收留 才没有流落民间受苦 柳氏死后 因为担心孙子年幼 一缕魂魄 不肯到阴曹地府报道 飘飘荡荡地 到了月宫门外 她不敢进去 守在门外 恰好嫦娥仙子心血来潮 掐指一算 得知端倪 来到月宫门外 让柳氏安心离去 她会去抚养秦宜珠 嫦娥仙子使用了分身术 一半在月宫 一半在人间 如今 她的任务完成了 也该走了 最后 嫦娥仙子说道 你的奶奶 对你有大恩 天地怜悯她 让她投胎转世到秦家 你要好生对待 该你报恩的时候了 说完 柳氏就死了 第二年 秦怡朱结了婚 过了一年 生下一对龙凤胎 她知道其中的女儿 是奶奶 投胎转世的 对女儿格外好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叫做麻三氏的缺德人 日子过不下去了 跑去后山偷偷挖开了一座古墓 得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其中还有一卷竹简 写着文字 麻三氏拿着值钱的东西 去珠宝商行里换了一些钱 买回韭菜 大吃大喝起来 喝得醉醺醺的 躺在床上 她开始翻看竹简 麻三氏读过几年私塾 认得一些字 凑合着能读懂竹简上的文字 读着读着 麻三氏不由地兴奋起来 原来竹简上 记载着一些风水学 其中有一些骇人的法术 她学会了一种 简单的坟墓坏运术 打算是一事 害谁呢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敌氏人 敌氏人住在邻村 本来和麻三氏一样贫穷 但是敌氏人勤劳肯干 农闲时 常常上山彩摘山货 走水路运到省城里去卖 没几年 家道好了起来 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 她家制办了好多良田 养了五头大水牛和三匹豪马 儿子也在去年考上了秀才 让人羡慕不已 说起来 麻三氏也曾经运过山货 到省城里去卖 可是 她在山货里掺甲 被省城里商人大骂缺德 货物卖不出去 亏得一塌糊涂 麻三氏本来就看不惯 敌氏人家里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如今正好拿法术 坏她家运气 以解心头的极度之情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麻三氏拿着桃木剑 插在了敌氏人爷爷的坟头上 那柄桃木剑 被她画上了符咒 按照老说法 爷爷坟墓的风水 掌管着孙子的运气 要坏敌氏人的运气 就得在他爷爷的坟头上做文章 这以后 麻三氏忍着得意之情 想看敌氏人家的笑话 见证他家是如何衰落的 果然 过了没几天 敌氏人的儿子外出访友 酒喝多了 从马背上衰落下来 摔断了腿 麻三氏忍不住偷着乐 看来法术真的很有效用 他禁不住买来韭菜 庆祝起来 敌氏人请来郎中 给儿子治疗腿伤 郎中讲 要是有百年老山参补身体 骨头长得会快一些 百年老山参可遇不可求 纵使有钱 也在药铺里买不到真货 于是 敌氏人独自上深山老林里 寻找百年老山参 一连搜寻了几天 也没有找到老山参 他已经走到了原始森林里了 这里人际罕至 各种野生动物成群 处处充满着危险 这一天 敌氏人爬上了断肠岭 在一处悬崖上 发现了怪事 一只小黑熊 悬挂在悬崖上的一棵小树上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发出惊恐的叫声 下面站着一对狗熊 应该是小黑熊的父母 急得团团转 不住地吼叫着 估计 小黑熊不慎从崖顶上坠落 幸好被树挡住 但是他无法下来 更别说上去了 摔下来必死无疑 悬挂在歪薄树上 最终会被活活饿死 敌氏人鼓到辖场 决定搭救小黑熊 他绕道爬上崖顶 把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树上 腰里拴着绳索 慢慢坠到小黑熊身边 他把另一根绳子 拴在小黑熊的腰上 把他慢慢地坠到崖底 小黑熊的父母扑上去 抱着小黑熊叫着 却发现小黑熊受了伤 小黑熊的父亲走了 他的母亲笔划着手势 让敌氏人跟着他走 不一会 到了一座山洞 是小黑熊的家 母熊拿来几块生鹿肉地 给敌氏人 敌氏人用打火石 燃起篝火 烧烤鹿肉 这时 公熊回来了 拿着一株老山参给小黑熊吃 敌氏人惊喜万分 这是一株百年老山参 他赶紧笔划着手势 询问老山参从哪里挖来的 公熊居然听懂了他的意思 笔划着手势让他跟着走 来到一处隐秘的山谷 两边的山上 长着好多老山参 其中步伐百年以上的 敌氏人大喜过望 赶紧挖了几株年份最老的 都在两三百年之上 回去的路上 小黑熊跟在后面 任凭他的父母怎么叫唤 他就是不愿意回去 后来 小黑熊一家 跟在敌氏人的后面 一直把他送到了家 敌氏人带回来一家狗熊 引得人们远远的围上来观看 小黑熊 见人们越围越多 赶紧跑到后山上躲了起来 敌氏人赶紧熬老山参给儿子服用 第二天上午 麻三是听说敌氏人挖回几株百年老山参 发了大财 心里酸溜溜的不适滋味 往他家赶去观看 正在山路上走着 忽然遇见一只小黑熊 拿着桃木剑 刺向他的胸口 他赶紧捂着胸口往家里跑去 原来 小黑熊一家三口 在山上转悠 不知怎么的 竟然转悠到了敌氏人爷爷的坟墓上 或许 动物的眼睛与人不同 能看到阴暗的东西 小黑熊把桃木剑挖了出来 路上 小黑熊碰见麻三是 把剑插入了他的胸口 小黑熊一家回深山里去了 再也没有回来 再说麻三是 回到家里 奄奄一息 他的二弟闻讯赶来 听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骇人的经过 那秉治他与死地的桃木剑 就是他插进敌氏人爷爷坟头上的那柄 看来是报应 麻三是死后 二弟把他埋葬在后山 那柄桃木剑和内卷竹茧 都被他烧在了麻三室的坟边 很久以前 小山村里住着一对小夫妻 日子也还过得去 但是最近 老公一上水迷恋上了推牌酒 经常深夜不归 老婆关如菊数落了好几次 无奈一上水是王八吃秤妥 铁了心 根本听不进 这一晚三更十分 关如菊见老公一上水 还没有回来 一赌气 打算吓唬吓唬他 打点包袱回娘家去了 娘家住在十几里外 要翻两座小山 农家姑娘胆子大 也没有把走夜路当回事 可是走着走着 关如菊发觉不对劲 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 而且细微的如有如无的呼吸声 就在脖子后面 似乎有人的脸快要挨着他了 关如菊猛的一转身 月白风轻 什么也没有 他回过头来 继续赶路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这时 他感觉到如有如无的呼吸声响在耳边 似乎有人在耳边呢喃 说道 做人真累 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关如菊猛的停住脚步 冲空中喊道 你是谁 我可不想做鬼 做人挺好的 四周一片寂静 关如菊继续赶路 他的心情被弄得高度紧张 似乎远处的每一株树后 都隐藏着一双诡异的眼睛 正在紧紧地注视着他 随时会将他扑倒在地 他的衣衫湿透了 这时 那个如有如无的声音又响起 你可以死给你老公看 谁叫他不在乎你呢 关如菊站住 深呼一口气 说道 我老公对我好着呢 不用你挑拨 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 只要他肯认错 我就原谅他 我家的事 不用你操心 说完 他拔腿就跑 终于看见娘家村庄了 父母和哥嫂被急促地敲门声惊醒 打开门 关如菊大汗淋漓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一家人大惊 急忙把他扶到床上躺下 母亲掐他的人钟 过了一会 关如菊睁开眼睛 不过神志不清 满嘴胡话 官父 沉吟片刻 说道 深更半夜的 他一个女流之辈走夜路 莫非壮见邪气 不行 我要去找老道长来看看 山顶道罐里住着一个老道长 平常村民们遇见怪事 都会找他整治 天一亮 官父就出了门 才走几步 看见姑爷衣上水急匆匆地赶来 披面问道 月丈 娘子可曾回家 官父心思活泛 女儿深更半夜跑回娘家 本就蹊跷 如今姑爷询问 似乎她也不知情 于是问起事情始末 一上水苦着脸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早上回到家门 发现娘子不在家里 故此赶来向寻 官父听出了端倪 喝道 你为何深夜不归 一上水溅瞒不住了 只得把推牌酒上瘾的事情说了 官父气呼呼地说 我家闺女没有回来 你快去寻找吧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找你没完 她诚心哄骗姑爷 让她急一急 官父把老道长接到家里 老道长看了看昏迷中的官如菊 掐指算了算 说道 她遇见找替身的吊死鬼了 山路上有一个女吊死鬼 一直找不到替身 今晚遇见了官如菊 故此纠缠不休 幸好官如菊的手腕上 佩戴了一串佛珠 吊死鬼才不敢近身 否则 官如菊凶多吉少了 这串佛珠 是官如菊的奶奶 在寺庙里求的 开过光 闲暇时 官如菊都要对着他送念几声佛号 故此很是灵验 老道常念过几声符咒 说官如菊受到惊吓而已 休养两天就会自动痊愈 老道长出了官家的门 忽然从墙边闪出一上水 跪地拦着他问东问西 他看见岳父把老道长请进家门 心知老婆躲在娘家 故此拦住老道长打探消息 当一上水听老道长说 官如菊没有大碍 在家里静养时 不禁羞愧起来 要不是他彻夜不归 老婆会走夜路吗 这一切全都是他引起的 一上水曾经听老年人说过 人受到惊吓 魂魄容易走丢 故此才会不正常 要是把丢失的魂魄喊回来 人就会恢复正常 他决定为老婆喊魂 晚上 一上水拖着扫把 把山路走了一回 边走边喊着老婆的名字 等到走到官家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三更了 他敲打着官家的门 官家所有人都被惊醒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他们隔着门 战战兢兢地问是谁 一上水解释了原因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打开了门 官如菊娇称地说 人已经好了 喊什么魂 你要是胆敢再深夜不归 我就不和你过日子了 一上水盲说 老婆 我再也不敢了 官父说 好了 大家都去休息吧 大家打着喝歉 各自回访 一上水挽着官如菊的手 向卧室走去 这时 院门响起了声音 既像敲门声 又像飞吹过的声音 两人停下脚步听了好久 什么也没有 一切归于寂静 两人继续往屋里走去 忽然 他俩听见一个如有如无的声音响起 在门外飘荡着 我要找替身 很久以前 有一个名叫梁焕贞的穷秀才 寄宿在一座荒凉古寺里读书 据说 古寺里经常有狐狸出没 正所谓人穷至短 梁焕贞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将房间打扫打扫 搬进去住了下来 这一天晚上 梁焕贞接到一封书信 是同窗好友寄来的 信中说 他参加大考 中了状元 被点为驸马 过一段时间 就要和公主成亲了 梁焕贞独霸 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来当驸马一定很快活 我要是能当驸马就好了 到了深夜 梁焕贞刚躺下 就见一个黄衣人走了进来 说是皇帝有请 让他赶快进宫 梁焕贞心想 皇帝为何召见我一个平头百姓 当即内心惶恐地 跟着黄衣人进了皇宫 皇帝正在宴请群臣 招手让梁焕贞坐了上座 梁焕贞受宠若惊 赶紧入座 皇帝举杯说道 梁爱卿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无奈被科考遗漏 是一颗流落在民间的遗珠 我打算把他招为驸马 共享荣华富贵 大家举杯祝贺吧 说吧 一饮而尽 群臣纷纷举杯 大声祝贺 干了杯中酒 不一会 公主出来敬酒 梁焕贞见公主 美如天仙 禁不住 心缘一马起来 公主过来给梁焕贞针酒 只见她清洗朱唇 奄然一笑 梁焕贞便魂不守舍 赶紧站起来接过酒杯 一饮而尽 皇帝说道 梁爱卿 择日不如壮日 今晚就让你和公主拜堂成亲 不知可好 梁焕贞急忙离席叩拜 说道 多谢父皇 于是 大家一步到了偏殿 那里早已布置得喜气洋洋 不一会 过来几个太监宫女 把梁焕贞带到一个房间里 开始装扮起来 梁焕贞换上新郎服装 禁不住神采飞扬 太监宫女们簇拥着她来到偏殿 大臣们纷纷夸赞说 真是一表人才 与公主是绝配 不一会 宫女们簇拥着公主出来了 穿上大红的新娘装 公主显得更叫气质非凡 恍如嫦娥下凡 贵妃重生 在司仪的主持下 两人拜完了堂 被双双送进洞房 两人非常恩爱 自然有说不完的无限风光 梁焕贞 可谓掉进了扶窝里 再也不用捧着书本苦读了 每天和公主下棋赏花 是弄琴棋书画 快活赛神仙 时间过得飞快 一眨眼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反正梁焕贞感觉好幸福好幸福 这一天 一名太监神色慌张地来禀告 皇帝在寝宫兆 梁焕贞急忙换上朝服 跟着太监走了 到了寝宫 只见皇帝愁眉苦脸 像被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梁焕贞忙问出了何事 皇帝指着血片一样的奏章说道 敌寇入侵 已经打到城门口了 大臣们死得死 逃得逃 朝廷里已经没有可用之人了 这可如何是好 梁焕贞急忙跪下 说道 父皇 陈旭院校全马之劳 保家卫国 皇帝高兴地说 好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我任命你为大将军 统领御林军 荡平敌寇 梁焕贞神情激昂地说道 陈旭是与敌寇决意死战 站起来 拿了兵符 去了兵营 开始登台点将 整顿好军马 梁焕贞传令 明日出城 与敌寇决战 不收附和山 是不归还 士兵们情绪高涨 大声呼喊口号 梁焕贞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如此雄兵猛将 还怕打不迎敌寇 当晚 梁焕贞回到驸马府里 向公主辞别 公主泪水连连 伤心地说 你为朝廷效力 我本不该阻拦你 你可想过 城破之日 玉石俱焚 为今之计 何不悄悄带着我出城 到山野之中 过着平凡的生活 梁焕贞满腔书生义气 说道 父皇对我恩重如山 如今朝廷有难 我又怎么能够如此自私 大丈夫当为朝廷马格果师 绝不当逃兵 公主哭着说 我贵为公主 还不如一个普通女子幸福 嫁给一个村夫 至少可以白头偕老 不用担惊受怕 梁焕贞一横心 骑着马到了军营 任由公主哭泣 第二天一大早 梁焕贞带着兵马出城 让他想不到的是 大部分士兵临阵反戈 大喊着说 朝廷昏聩 我们不为他效力了 梁焕贞成了俘虏 在刑场上 皇帝 公主和梁焕贞 跪在一起 准备处斩 这时 几名士兵过来 说道 我家将军看上了你 让你做小妾 走 随我们去 公主大哭 呼喊道 父皇救我 皇帝哭着说 何苦生在帝王家 公主被押走了 皇帝被斩杀 轮到梁焕贞了 鬼头大刀 猛地砍在他的脖子上 他一下子惊醒了 才知道 是南科一梦 这时 乌梁上忽然传来 妾笑声 问道 驸马之梦可好 梁焕贞摸着脖子 笑着说 还不如平头百姓自在 多谢狐仙指点 晚生明白了 后来 梁焕贞放弃了科举之路 跟着亲戚做生意 几年后 成为傅家翁 他发了财后 把家搬到山野里 娶妻生子 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一个大家庭里 婆媳 轴里的关系很微妙 相处起来 真的是一门学问 需要人生智慧 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是婆媳和 轴里之间相处的故事 一个贤惠的地媳家 在恶婆婆和酸嫂嫂之间 忍辱负重 最终获得荣耀和幸福 大约在几百年前 有一户姓雷的人家 养了两个儿子 老大雷不明举人身份 整天与名流和官宦之家来往 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 在弟弟雷不祥面前指高气昂 一副质得意满的景象 雷不明深得父母喜爱 他的妻子胡适 跟着沾光 也受父母喜爱 小儿子雷不祥比大哥小三岁 为人憨厚老实 言语不多 还是个秀才身份 去年参加乡试 名落孙山 父母不喜欢他 对他总是冷言冷语 认为他不聪明 也不中用 看看老大雷不明 第一次参加乡试 就高中举人 多么有才 雷不祥的妻子米试 是个贤惠的女人 不但孝顺公婆 礼节周到 对待嫂嫂胡适 也是分外敬重 在这个大家庭里 米试都是抢着做家务 眼道手道 从来不需要婆婆吩咐 但是 婆婆牛试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因为不喜欢小儿子 自然对米试没有好脸色 常常鸡蛋里挑骨头 无中生有的责骂米试 面对挑剔的婆婆 米试总是忍辱负重 总是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偏偏嫂子胡适 心胸狭隘 心机颇重 总是在婆婆牛试面前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 恶意终伤米试 婆婆牛试认为 大儿子早晚会做官 大儿媳妇胡适早晚是官夫人 所以对她反倒极力巴结 言听计从 每当胡适中伤米试 牛试总是把米试叫来 摆起婆婆的架子 大声斥责 米试也不辩解 因为辩解也没有用 都是一些莫须有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没法找到证据证明清白 有时候被婆婆责骂得很了 米试坐在屋里暗自垂泪 雷不想上前劝解 米试叹口气说 富贵欺容 你何时才能让我扬眉吐气 这一天 到了中秋节 家里忙碌起来 婆婆牛试和大嫂胡适坐在旁边闲聊 米试忙进忙出 指导仆妇做事 胡适看着米试漂亮的脸蛋和身段 心中度一生气 对婆婆牛试说道 她整天打扮得像个狐狸精 也不知道打扮给谁看 婆婆牛试就把米试叫来指责 恶声恶气地说道 你穿着这么光鲜的衣服 怎么干活 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也不怕招风惹叠 米试委屈地说 婆婆 今天不是过节吗 所以穿着新衣裳 牛试气哼哼地说 你要学学你嫂嫂 我们虽然是大户人家 但是也要勤俭持家 古人说得好 成游勤俭拜游奢 你嫂嫂早晚要当官夫人 瞧人家多稳重 不像你一样招摇 胡适在旁边补刀 阴沉地说道 哟 婆婆 你不能拿我和弟媳比 她长得漂亮 有资本打扮 米试委屈地退下 回到家里 米试赶紧换了一套衣裳 因为要在厨房里忙碌 她特意选了一套破旧的衣裳 刚到院子里 被胡适看见 又开始挑拨起来 说道 婆婆 弟媳心里不满 故意穿上破衣裳 这不是寒碜人吗 婆婆牛试一想 是这么个道理 米试故意穿给她看的 当即又把米试叫来 一顿臭骂 这还不算 她还跑去找雷不想告状 让她管教一下自己的老婆 实在不行 把米试修了重去 雷不想虽然话语不多 但是内心是个明白人 她陪着笑脸替米试告罪 牛试才气呼呼地走了 米试回来后 雷不想把母亲的话讲了 米试叹口气 反倒劝慰起丈夫 说道 在一起过日子没有这么好的 家中难免磕磕碰碰的 你不用管 安心读书吧 为了让雷不想好好读书 米试白天忙碌家务 晚上陪伴雷不想读书 半夜里常常为她炖一碗汤提神 雷不想其实也很聪明 属于大于弱智一类的人物 上一次之所以落榜 是因为她的观点愤世极俗 被主考官压制 转眼又到了乡试之期 雷不想中了榜首 名造一时 公公婆婆这才对米试的脸色稍有缓和 米试继续督促雷不想读书 过了三年 到了大比之年 雷不想兄弟俩一起参加考试 雷不明明落孙山 雷不想中了进士 分配到一个县里当了县令 米试生了两个儿子 跟着雷不想到任上 相夫教子 后来 他年岁稍长 给雷不想那了一个小妾 小妾也生了一个儿子 转眼二十年过去 雷不想在朝中当了高官 他的三个儿子 也分别考上进士 当了官员 一门四进士 荣耀无比 而雷不明 后来以举人的身份 被吏部选拔为县城 因为胡适的窜多 他贪污受贿 被贬为平民 在老家过着平庸的生活 米试曾经多次派人接公公婆婆去养老 可是他们觉得原来对不住米试 没脸去 跟着雷不明一起过日子 常常被胡适指桑骂怀 相对哀声叹气 明朝末期 厄北一个小山村里 农夫老包的牛生病了 庄护人家 牛就是宝贝 一家人的吃喝生计 全靠牛下力气 这头牛跟着老包 已经五六年了 是一把下力的好手 牛病了 老包很着急 找来牛医医治 牛医开了一些药方 抓来一些药掺杂在饲料里 喂给牛吃 可是没有一点效果 牛总是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渐渐地瘦了下来 把老包愁得不行 这牛的病 很怪 应该是内脏出了毛病 两三个月时间了 既没有好转 也没有病死 牛医也束手无策 转眼开春了 看看牛的病没有起色 老包只得来到集市上 重新买一头牛 因为离农王季节不远了 他需要先买一头牛喂养着 不然到时候 买不到好牛 会影响耕田 在集市上转悠了好几天 这一天 他看中了一头牛 买了回来 老婆让老包 把病牛卖给屠夫 好歹能换一点钱 但是老包舍不得卖 愿意喂养着 病牛瘦的皮包骨头 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老包就割青草回来喂 用木盆端水给他喝 伺候得相当周到 白养一头下不了力的牛 浪费精力和草料 真不划算 要是等牛病死了 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时间长了 老婆忍无可忍 终于爆发了 发动了河东师吼的功夫 将老包劈头盖脸的贺骂一顿 限期让他卖掉病牛 否则不给饭他吃 等到老婆发泄完了 老包推心致富地说 孩子他娘 这头牛跟了我们五六年了 是我们家的功臣 不能因为他病了老了 就把他杀了吃肉 卖了数钱 这对他太不公平了 做人要有良心 人病了老了 还有家人和后代奉养 可是牛呢 牛活在世上 是帮助人们的 不是养着吃肉的 他辛辛苦苦地下大力 如今没用了 就抛弃他 于心何忍 想一想 要是我们病了老了 没人管 心里好受吗 老婆似乎有所触动 脸色缓和了许多 顿了顿 老包接着说 别人怎么对待牛 我管不了 但是我一定要对得起他 从今天起 我每顿少吃半碗饭 省下来的 给病牛加料 老婆叹口气说 你是下力的人 怎能不吃饱 养着就养着吧 全家人手头都紧着点 就行了 其实 也不能怪老婆 有点不通情理 她也是为家里着想 正因为家境一般 儿子二十出头了 还没有说上媳妇 不经打戏算行吗 这一未养 就是五年多 病牛越来越瘦 总是没精打采的 却一直活下来了 不过看情况 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老包摆养一头病牛的事情 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了 又夸赞她仗义的 更多的笑她傻 脑袋肯定被牛踢过 这一天 里长带着远百户来找老包 原来 远百户带着百户所的兵丁到山区一带巡视 在附近扎寨 想买一头牛改善士兵的伙食 里长知道老包有一头病牛 就带远百户来 想买走 钱可以多给 老包 把头摇得波浪鼓一样 连说不卖 里长把她拉到旁边 低声说 你是真的傻 还是脑子糊涂了 这牛快死了 握在手里不值钱 难得有人啃出高价买 我这是为你好 老包说 里长 你的心意我知道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 是感情的原因 我实在不忍心啊 这时 远百户围着病牛 仔细看了看 又把病牛赶起来走了几步 观察了一会 说道 这头牛我要定了 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银子 有了这笔银子 老包就可以盖新房 致田产 给儿子娶媳妇了 这可是天上掉下金钱砸脑袋啊 可是 老包顿了顿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卖 远百户说 嫌少 可以再加五十两 老包说 官爷 不是嫌钱少 而是我舍不得把他卖了 于是就把他对老婆 讲的那一套歪理 对远百户讲了 远百户是带兵的人 很看重情义 听完很感动 他说道 这样吧 牛 还是你养着 等到死的那一天 我来买走 远百户解释 他买牛并不是为了吃肉 而是这头病牛肝脏里有牛黄 他祖上是牛医出身 他得到祖传 这头牛之所以病奄奄的 就是肝脏里长了牛黄 导致他越来越瘦 却又死不了 魏斯的指挥使曾经征战沙场 落下了经济的病根 正好可以用牛黄治愈 远百户说 这样吧 牛死后 通知我来开肠破肚 如果有牛黄 我出五百两银子 牛肉还是你的 怎么样 老包同意了 要是有牛黄 可不能浪费 转眼一个多月后 病牛死了 远百户来了 果然在牛的肝脏里找到鸡蛋黄大小的牛黄 如约付了五百两银子 老包发了财 把村民们羡慕得不得了 老婆表扬他 幸亏没有卖给屠夫 不然亏大了 老包笑笑 按骂婆娘见钱眼开 他把死牛埋在后山上 为了防止有人偷着挖牛肉 他在旁边搭了一个草棚子 守了七天七夜 后来 老包做了一个梦 梦见牛长着一双翅膀 向天上飞去 醒来后 老包心里很是欣慰 坚信病牛在天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明朝时期 有个姓贾的书生 名门世家出身 读书非常用功 可是天生愚钝 脑子不开窍 总是在乡市里名落孙山 有一次 学政检验书生们的成绩 举行了例行考试 贾书生 竟然考了一个莫等 被学政官好一顿训斥 告诫他 下一次要是继续考莫等 就取消他的秀才功名 贾书生读书更加刻苦了 足不出户 埋头苦读 转眼到了清明节 众人纷纷出门踏青 湖畔是才子家人们最喜欢游玩的地方 老母亲劝贾书生也出去踏青 散散心 让大脑放松一下 于是 清明节这一天 贾书生约了几个文友 去了湖边 湖畔上游人如知 景色很美 贾书生一行 摇着折扇 夺着方部 摇摇摆摆的一路走来 边欣赏美景 边吟诵诗词 非常惬意 忽然 远处传来一声惊呼 大家呼啦唯上去 原来一个小孩被奶奶带着游壶 小孩不慎失足 掉入壶中 小孩的奶奶急了 也跳入壶中 想把孙子捞起来 可是 他根本不会水 呛了几口水 往下沉去 此时 春寒料翘 水温很低 大家都不敢下水 围在岸边指手画脚 贾书生急忙扔掉折扇 脱掉衣服 向下壶搭救奶孙两人 被文友一把拉住 说道 你水性不好 不要冒险了 贾书生正脱掉 焦急地说 我不能见死不救 说完 扑通 跳进湖里 贾书生先把小孩推到岸边 众人七手八脚地扯上来 接着 他又潜下水 把老奶奶捞上来 推到岸边 被众人救起 等到众人去拉扯贾书生时 他却耗力过度 加上寒冷 手足无力 咕噜咕噜地沉下水底 恰好湖中的渔翁滑着小船赶来了 撒下渔网 把贾书生捞上来 众文友赶紧用衣服将他包裹起来 慌忙火急地抬到他家里 放在床上用被子捂住 可是 已经没用了 贾书生已经死了 他的家人放声痛哭 老母亲和妻子哭得肝肠寸断 老母亲边哭边自责说 我的儿啊 早知如此 我就不劝你出去了 都怪我呀 众人赶紧劝住 开始给贾书生办丧事 亲朋好友们文讯赶来吊宴 落水小孩的父亲也赶来 跪在贾书生父母面前道歉 贾书生的老父亲扶起他 老泪纵横地说道 孩子 你起来吧 这也不怪你 怪只怪 我而命短 想不了人间的福 停关五天 众人开始把棺材送上山 走到半路上 忽然听见棺材里一阵响动 接着棺材板被锤得咚咚响 抬重地 吓得扔掉棺材 其声大喊 乍失了 快跑 众人赶紧跑了起来 远远地站着 贾书生的弟弟说 莫非我的哥哥复活了 央求众人上前 帮忙打开棺材盖 众人大着胆子 撬开棺材盖 棺材盖刚掀掉 只见贾书生坐了起来 说道 太好了 我真的活过来了 众人赶紧将他扶出来 回到家中 给他端来一碗姜汤 贾书生喝完后 长书一口气 讲了起来 原来 贾书生的魂魄 刚到阴曹地府 阎王爷就对他说 你救了两条人命 善举赶天动地 故此 本王命你还阳 不但追加授命 还要追加福禄 众人问道 为何等了四五天才还阳 贾书生解释 阎王爷并没有让他马上走 而是让小鬼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住下 每天端来一碗药汤 让他服下 贾书生闻见药汤的清香 大脑里感觉到一片清凉 喝下后 只觉得神清气爽 他问小鬼这是什么药汤 小鬼说 恭喜你 这是醒脑汤 你做了善事 阎王爷要给你洗清脑水 一直喝了五天的药汤 今天刚喝完药汤 小鬼推了他一把 于是醒了过来 自此后 贾书生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确切地说 就像换了一个大脑 读起书来 不但过目不忘 还能心领神会 文字的意象 无论多么难懂的书 他只要读一遍 就能解释书中的含义 观点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众人嘖嘖称奇 询问他为何变得如此聪明 贾书生也很茫然 摇头说不知道 反正他现在读起书来轻松自如 讲不清楚什么原因 有人听了他在地府的经历 说道 你在地府里喝了五碗醒脑汤 把鱼顿都洗掉了 故此聪明无比 这是阎王爷奖赏给你的 过了一年多 又到了乡试之期 他参加乡试 一举夺魁 众了解缘 第二年 他以戒缘的身份 被推举参加会试 高中榜首 参加电视时 皇帝拷问他的学问 他引经据点 对答如流 皇帝早就听说过他舍身救人淹死 后来神奇复活的经历 钦点他为状元 给予重用 官场几十年 贾书生经历三朝 一直都被每一招皇帝信任 唯以重任 一直官至上书 贾书生不带一生飞黄腾达 而且无病无灾 一直活到九十九岁 他死后 儿孙将他的棺木扶到老家安葬 下葬当天 当地的老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葬 队伍排到三里之外 每到清明节 好多老百姓都会去扫墓祭奠 话说 山西平阳府的秀才王平子 参加顺天府乡市 租住在豹国寺里 与浙江渝航县的秀才 聊斋生为邻 王平子持着明帖拜见 聊斋生很傲慢 不搭理他 这一天 来了一名少年游玩报国寺 说话非常诙谐 王平子 询问他是哪里人 他说道 小生姓宋 名无忧 家住登州府 王平子搬来座位 让宋无忧坐 两人交谈起来 此时 聊斋生来了 两人站起来让座 他毫不客气地坐了首座 问宋无忧 你也是来参加顺天府考试的吗 宋无忧说 不是 我无异于功名 聊斋生又问他是哪一省的 宋无忧说是山东的 聊斋生傲慢地说 你不追求功名 算是有自知之明 山东和山西两省 没有一个通晓文字的人 宋无忧笑着说 北方通晓文字的人 确实很少 但未必是我 南方通晓文字的人 确实很多 但未必是你 王平子鼓掌大笑 聊斋生气地撸起袖子 要和宋无忧当场比试 聊斋生拿出一本论语 让王平子出八股题 王平子连出两题 宋无忧都立马破题 口述完毕 聊斋生便不做了 不甘心地说 还算有点才气 灰溜溜地走了 这一天 王平子拿出平生所写的文章 向宋无忧请教 宋无忧一会就看了上百篇 说道 功底很好 但是利益不够好 接着一一指出不足之处 王平子很高兴 让厨子煮了一碗 这堂水饺给他吃 从此后 间隔个三五天 宋无忧必来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 聊斋生拿来自己所写的文章 请宋无忧指点 宋无忧很快看完 指出许多不足之处 聊斋生和刘家贝 转身走了 考试结束后 王平子和宋无忧 两人到报国寺大殿里游玩 只见一个瞎眼和尚在行医卖药 宋无忧惊讶地说 这是一位奇人 你赶快拿来文章向他请教 王平子回去拿文章 遇见聊斋生 两人一起来了 王平子口称老师 请瞎眼和尚指教 和尚说 你把文章烧了 我闻一闻就知道优烈了 王平子每烧一天 那和尚文一文 给出评语 王平子把这次考试的文章烧给他文 问道 文章能中吗 和尚说 应该能中 聊斋生听了 拿来自己的文章 烧给和尚文 和尚咳嗽了好一阵 说道 不必再烧了 我实在文不下去 要呕吐了 聊斋生羞惨地走了 谁知过了几天 相识发榜 聊斋生考中举人 王平子名落孙山 瞎眼和尚得知消息 说道 我瞎了眼 但是鼻子没有瞎 那些考官连鼻子都瞎了 这时 聊斋生来了 指责和尚不准 瞎眼和尚说 我只讨论文章 不讨论命运 你把考官们的文章各烧一篇 我就知道 哪一位考官是你的老师了 王平子找来考官们的文章 烧到第六个人的文章时 和尚扶着墙壁呕吐起来 而且响涕如雷 人们哈哈大笑 和尚说 这位就是你的老师 聊斋生大怒 嘴里说着狠话走了 他回到寓所就搬走了 原来那位考官 真的是他的老师 宋无忧安慰说 只要不懈地努力 总能遇到不瞎的考官 王平子受到鼓舞 留下来参加明年的第二次相识 转眼考期到了 宋无忧说道 如果这次还考不中 那就是命运不济了 哪知道王平子无意中犯规 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宋无忧大哭起来 说道 老天嫉妒我 让我潦倒了一辈子 如今又连累我的朋友 王平子反倒安慰起他来 宋无忧讲 他本是四处漂泊的游魂 年轻时颇有文明 却一直不得志 本想把毕生才学传给王平子 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夙愿 谁知命运依然如此不幸 他早就考上阴间子同府的斯文郎 本想看王平子考中后快乐的样子 在告别 如今只能遗憾而别了 两人撒泪道别 宋无忧劝王平子多行善事 阴曹地府对于道德 看得比才学重要 那个瞎眼和尚 本是前朝的名家 因为生前缺乏德性 被阴曹处罚 成为瞎子 成为鬼魂 他借替人一并来赎罪 就是想通过行善 在道德上加分 从而摆脱苦海 王平子谨记宋无忧的嘱托 从此后 不但刻苦读书 还行善积德 过了一段时间 他梦见宋无忧坐着散盖车来了 说道 我看了阴曹地府的记录 你因为发怒 误杀了一名婢女 福禄布上被削了功名 如今 你的德性 已经赎掉以往的罪行了 但是你的命运过于浅薄 无缘做官 这一年 王平子又参加顺天府相试 高中举人 第二年又中了进士 他听从宋无忧的意见 不去争取做官 专门督促儿子读书 许多年后 王平子到南京办事 偶遇聊斋生 聊斋生也无缘仕途 但是性格变得很是谦逊 傲慢姿态早已不见 谈及寄居报国寺的过往 两人感慨万分 想不到光阴如梭 转眼间 两人都已经两鬓斑白了 这篇聊斋故事 讲述了一个自以为精明的人 聪明反背聪明误 贪图一只老鹰 反倒损失一头牛的笑话 世上之人 谁不做梦 每个人睡觉时都会做好几个梦 只不过有的梦模糊 没有过脑 有的梦清晰被记住 其实梦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现象 科学证明 有梦睡眠才是正常的 长期无梦睡眠 值得警惕 很有可能生理上出现了毛病 当然 如果夜夜恶梦连连 也值得警惕 也是身体虚弱 或者疾病的预兆 当然 无论是是什么梦 它就是一个梦而已 千万不能当真 否则 就像这篇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 弄巧成拙 成为笑谈 故事告诫人们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抱着科学的态度 正确对待 坦然面对 切不可陷入封建迷信的漩涡里 反倒对自己造成伤害 一如既往 原著里主人公没有姓名 仍然给他安上一个古远山的名字 下面 今天的白话聊斋故事 开讲了 话说有一个乡下人叫做古远山 爱贪小便宜 生性多疑 也很迷信 一旦做了不好的梦 就喜欢胡猜乱想 心内不安 有一天 古远山去集市上闲逛 看见有人牵着一头牛叫卖 就上前观看 只见这头牛长得很是健壮 无疑是耕田夏立的一把好手 而且价格也很公道 古远山就买了下来 牵回家后 左邻右舍看见了 都纷纷夸赞 这头牛长得好 也买得划算 古远山心里也美滋滋的 一高兴 晚上叫老婆煎了两个鸡蛋 弄了一盘腊肉 喝了两杯小酒 喝了酒 容易入睡 古远山很快就睡着了 半夜里 古远山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 那头牛长了一双翅膀 像一只大鸟一样飞走了 好好的一头牛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古远山急得直跺脚 急忙在地上追着飞牛 高声叫喊 叫声惊醒了老婆 老婆推醒古远山 柔声问道 当家的是不是做了噩梦 古远山忧心忡忡地说 不是噩梦 可是比噩梦更可怕 梦见才买得牛儿飞走了 老婆好笑地说 一个梦而已 你又何必当真 快睡吧 明早起来还得去地里除草 古远山翻个身 心里暗自揣测 这个梦莫非是个暗示 牛儿保不住 终究会失去 第二天一大早 古远山就牵着牛出门 老婆从厨房里追出来问道 当家的 你牵着牛去哪儿 古远山淡淡地说 牵到集市上卖掉 老婆诧异地说 你疯了 昨天才买回来的 今天就卖掉 古远山说 反正保不住 不如卖掉 把钱揣在兜里稳妥 家里都是 古远山说了算 他既然喜欢折腾 就让他折腾吧 老婆不说话了 回到厨房里 继续烧火做饭 古远山把牛儿 牵到集市里 本想按原价卖掉 无奈看的人多 买的人少 他又不愿意牵回去 就亏本出售了 虽然亏了本 但是好歹 把牛儿脱手了 古远山心里 还是很高兴的 他把钱包在手巾里 把手巾缠在手臂上 哼着小曲往家里走 半路上 古远山忽然看见 山脚下有一只老鹰 正在着实捕获的野兔 老鹰看见生人路过 也不害怕 物字享受着美食 古远山看见野兔肉 吃得不多 想赶走老鹰 捡回野兔 回家还能喝顿酒 可是 老鹰好像被人训熟了的 根本不怕古远山 古远山大喜 捉住老鹰 连野兔肉 也不要了 心里暗自高兴 把这头老鹰卖掉 正好可以弥补 卖牛的损失 他把老鹰的脚 用胳膊上的手巾头 拴住 架在胳膊上 像个将军一样 雄啾啾气昂昂地 往家里走去 老鹰屡屡挣扎 无奈手巾头绑得太紧 根本正脱不掉 谁知道 手巾头没有松掉 既在胳膊上的手巾活扣松了 老鹰带着裹钱的毛巾飞走了 望着渐渐在天边变成黑点的老鹰 古远山 欲哭无泪 继而一想 牛儿虽然没有飞走 但是卖牛的钱飞走了 这不是与梦中的情景巧合吗 看来人算不如天算 他长叹一声 说道 爱 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呀 此事表面上看 似乎暗和定数 其实是古远山疑心生暗鬼导致的 假如他不胡乱猜测一个怪梦 假如他不贪小便宜捉拿老鹰 那么本来只会在地上走的牛 又怎么可能飞走呢 如此看来 反倒是古远山的多疑性格和自私的本性 促成梦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笑 原著里文章很短 才一百多字 小编进行了合理的润色 使故事变得风营饱满起来 读起来没有声色感 现把原著附在后面 让读者诸君对照着看 希望能够给予批评指证 以闻交友 在此不胜感激 一人某 够一牛 颇贱 夜梦牛生两意飞去 以为不祥 已有丧失 千人是损价受之 以金裹金 缠毙上 归至半途 见有鹰食残兔 尽知甚迅 遂以中头植骨 避知 鹰驴摆扑 把桌烧谢 带中腾去 此虽定数 然不宜梦 不贪台仪 则走者何惧能非在 很久以前 山脚下住着一位名叫 英士举的秀才 父母早已顽固 因为家贫如喜 故此一直说不上亲 这一晃 就到了三十多岁 依然孤单一人 英士举平常靠给人抄抄写写 维持生计 有时候 他会到寺庙里抄写经书 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这一年 有个大善人施舍给寺庙一千卷 金刚经 用以送给来拜佛的善男信语 找到英士举腾写 英士举背着行李 住到了寺庙里 日夜加班 这一天 英士举觉得疲倦 就停下毛笔 出了山门 到山上走走 走了不久 迎面遇见一位年轻的猎人 扛着一头金钱豹下山 英士举忍不住夸赞说 好一头金钱豹 毛色光亮 体大如牛 应该不容易捕捉吧 猎人搭枪说 我是用陷阱捉的 靠人力 我是追不上他的 说着话 英士举忽然发现金钱豹的眼珠一轮 原来是个活物 还没有死透 他不由地盯着金钱豹的眼珠仔细观看 忽然发现金钱豹的眼睛里滑落一滴泪水 与猎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英士举和金钱豹的目光一碰 心里咯噔一下 他从金钱豹的眼光里看到了无尽的绝望 英士举懂得这种绝望的滋味 他的心头就常常涌现这种绝望 他科举之路一直不顺 三次相视都名落孙山 身无一技之长 没有生活来源 有时候 一连两顿没有饭吃的时候 他的心里便涌起这种绝望 一种英雄落寞 不甘心的悲凉与无助 走了几步 英士举被这种绝望的眼神打动了 忽然转身喊道 且慢 把这头金钱豹卖给我 猎人反正是要卖的 卖给谁都一样 只要价钱公道 两人讨价还价 最后以十两银子成交 猎人把金钱豹扛进英士举的卧室 放在地上 英士举从床头下拿出银子 交给猎人 他几年下来 积攒下不到二十两银子 原本打算攒够二十两 说一门亲 好歹讨个老婆 延续香火 如今看来 娶亲的打算要无限延期了 英士举摸了摸金钱豹的心脏 还在微弱地跳动 他跑去馋房里喊来方丈 方丈一见金钱豹 说道 阿弥陀佛 佛祖面前不得杀生 英士举大笑着说 你想天了 我请你来 是看看他还能不能救活 你不是懂一些医术吗 方丈醒悟过来 忙蹲下身子 给金钱豹做了检查 满脸欣喜地说 还有救 他坐下来 双手搭在金钱豹的心脏附近的穴道上 运起气功 热气流在金钱豹的心脏里行走一周 打通了血脉 不一会 金钱豹的嘴边流出一丝污血 方丈拿出药丸 说道 内服外敷 伤口上撒上药粉后 要包扎起来 每三天换一次药 关键是 他每天的肉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枝 寺庙里吃素 需要你去想办法了 硬是举一咬牙 拿出剩下的几两银子 找猎人买来野物 剁给他吃 刚开始 金钱豹只能喝一点肉粥 后来一顿能吃一只野兔 转眼大半年过去 金钱豹的伤口痊愈了 应事举的银子也用得差不多了 他拍打着金钱豹的头 催促他上山 叹息着说 我们穷人家 养不起你这种贵重的宠物 你本属于山林 那里才是你的用母之地 去施展你的才华吧 金钱豹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 英事举难难的说 我何时才能施展报复 转眼间半年过去 这一天 金钱豹 拖着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 来到了寺庙里 直接走进英事举的房间里 女子自称名叫肃菊 本是山内边穷人家的女儿 如今二八加零 还没有定亲 十几天前 肃菊被乡间恶霸楚源外看中 带着恶奴来抢亲 走在山路上 冲出一只金钱豹 赶走了恶奴 咬死了楚源外 金钱豹把肃菊送回家中 逗留在附近不走 渐渐地和肃菊丝混熟了 有时候 会拖着肃菊到山上溜达 今天 金钱豹拖着肃菊 一路飞跑着 到了此处 听肃菊讲完 又见肃菊貌美如花 英事菊也不傻 当即说道 我救过金钱豹 他这是报恩 给我们做大媒 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苏菊羞羞红了脸 说道 单凭父母做主 言下之意 他愿意 让英事菊去向他的父母提亲 英事菊大喜 当即跟着苏菊一起 到了他家 向他父母提亲 因为有金钱豹 这个恩人做媒 苏菊的父母 当即同意了 连聘礼也没有要 过了一段时间 英事菊回到家里 与苏菊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半夜里 两人正在说着情话 忽然听见挠门声 打开门一看 门前放着一块金疙瘩 金钱豹在远处 默默地注视了他俩一会 转身走了 这以后 英事菊夫妻俩 再也没有见到金钱豹了 有了这块金疙瘩 英事菊致办了一些粮田 把苏菊的父母 接过来一起居住 几年后 英事菊中了举人 分配到一个县衙里担任县城 当了三年县城 英事菊发现官场黑暗 根本不是他施展报复的地方 便辞官不作 回到老家务农 他曾经到山林里寻找过金钱豹 不见踪影 最终遗憾而回 话说大明府 有个大富翁叫段瑞环 擅长经营 积累了很多财富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四十多岁了 还没有仔细 妻子连世生性妒忌 不许段瑞环亲近女色 尽管自己不能生育 也不准他那切延续后代 偌大的家产无人继承 段瑞环好不焦急 就偷偷和家中的一名奴婢好上了 承诺生了儿子 把他转为小妾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就被连世发现 气得他快要发狂了 和段瑞环大吵大闹 最后把奴婢痛打一顿 喊来媒婆 要把他卖掉 刚巧合肩服 有一个姓鸾的富翁 想买个妾 就把奴婢买回家中 当了小妾 段瑞环从此死了生儿子的心 心情郁闷地过着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日渐衰老 侄子们趁机天天来借钱借物 借了也不还 要是段瑞环发牢骚 他们就阴阳怪气地说 反正你也没有儿子 财产早晚不是我们的 早拿晚拿 不都一样 这话不中听 但是没错 段瑞环看不惯他们贪得无厌的嘴脸 就想了一个办法 过继一个侄子当儿子 可是 无论让哪个侄子过继 其他的侄子都一口同声地反对 这是一直讨论不出一个满意的结果 连世虽然凶悍无比 但是在这件事上也无能为力 一怒之下说道 得了吧 不需要你们过继了 老头子才六十多岁 还有生育能力 不见得生不出儿子 他一下子买回来两个小妾 过了不久 两个小妾都怀孕了 段瑞环欣喜万分 连世也挺直了腰杆 再也不借给侄子们东西了 毫不留情地将他们赶出门去 后来 一个小妾生了一个女儿 另一个小妾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 儿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段瑞环和连世不由地哀声叹气起来 看来 老天成心要让他们绝后了 一年多后 段瑞环突然中风 卧床不起 侄子们肆无忌惮起来 跑到他家公然抢东西 牛和马 也都各自拉回自家去了 连世撒泼打滚 也无济于事 段瑞环经此一折腾 气病交加 一命呜呼 还在半丧事期间 侄子们就聚在灵前 商议如何瓜分段瑞环的家产 连世痛哭流涕 却也无可奈何 于事无补 只得哀求侄子们留几亩肥田 养活一家人 可是 侄子们根本不搭理他 一分田也不想留给他 连世气得又蹦又跳 破口大骂 正在吵吵嚷嚷之时 忽然来了一名吊丧的客人 他跪在灵前叩头哀哭过后 便坐到主家的位置上 侄子们惊议不已 询问他是何人 那人说道 死者是我的父亲 众人听说 不由的大惊 急忙围上来询问原由 那人讲了起来 原来 那个卖给鸾家的奴婢 已经怀有身孕 只不过还不明显 他不晓得 到了鸾家 五六个月后 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鸾怀 鸾园外不以为意 视为己出 抚养成人 十八岁变中了秀才 前不久 鸾园外去世 儿子们分家产 把鸾怀排除在外 鸾怀气愤至极 跑去询问母亲 这才知道 他是断家的血脉 他对母亲说 既然我是断家的血脉 就该认祖归宗 何必养人鼻息 不受待见 于是 鸾怀骑着马赶来断家 哪知道 父亲断瑞环 已经死了 这话说的有根有据 而且依据出生日期推算 也都符合 侄子们正在想办法质疑反驳 连世却大喜过望 拉着鸾怀高声喊道 这是我家儿子 确定无疑 你们拿走的牛马财物 都给我好声送回来 不然就去打官司 侄子们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鸾怀改名断怀 把母亲和妻子儿女都接了过来 为父亲办理丧事 侄子们很不满半路上杀出的断怀 不该挡了他们的财路 聚在一起密谋 要将他赶走 断怀知道后 气愤地说 鸾家不要我 你们不认我 让我何去何从 当即写下一纸诉状 要去官府告状 远亲近邻们急忙赶来调解 劝他们不要把事情闹大 断家侄子们 这才彻底打消念头 但是 连氏一直要不回来 牛马财物 心气不平 要去官府告状 断怀劝他算了 那些东西 对于他家来说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不要了 连氏说 我不是舍不得那点财产 而是要出掉胸中的一口恶气 你父亲被气死 我也差点被气疯了 全是因为没有儿子 现在后继有人了 还怕什么 应该理直气壮地告他们 于是请人写下诉状 到县衙里击鼓鸣冤 县令把断氏子侄们全部传唤到公堂 审理案件 连氏据理力争 说到气惨处 忍不住流下泪来 连县令也被感动 于是县令将拿东西不还的断氏侄子们 全部仗责了一顿 县令归还 归还回来的那些东西 连氏也不要 全都分给了那些没有参与瓜分财产的断氏侄子们 连氏一直活到七十多岁才去世 临死之时 他把女儿 孙媳妇 叫到跟前 兵主说 我这一生证明 女人的极度心 只会害人害己 你们千万要记住 如果丈夫到了三十岁 还没有生育 哪怕变卖家产 也要为他那妾 延续香火 因为没有儿子 受尽欺辱的滋味 真不好受啊 古时候 书生经诗文 出生于富贵之家 喜欢狩猎 闲暇时间 总喜欢骑着高头大马 拿着弓箭 带着两条猎狗 到深山里打猎 这一天 他上山打猎 在草丛树林里寻觅野兔的踪迹 忽然听见 远处传来呼唤声 惊凶 快来救我 他打马 寻着声音赶过去 大吃一惊 却是一只狐狸 在喊他 这只狐狸 掉落在陷阱里 被铁夹子夹住了一只前腿 看见经诗文来到跟前 他又喊道 惊凶 救我 经诗文问道 你如何会说人话 狐狸说 我已经修炼到可以变换人形的境界 故此会说人话 经诗文笑着说 可笑 既然你有法力 为何不能自救 狐狸解释 他贪吃酒 昨晚喝得鸣顶大醉 故此误入陷阱 而今酒力未消 不但法力无法施展 而且也无法变换人形 只能以原形式人 经诗文诉来 喜欢读一些稀奇古怪的书 对于狐狸所说 丝毫没有感到奇怪 他跳下马 拔出短剑斩断夹套 撬开铁夹子 狐狸跳上陷阱 只见左前腿鲜血淋漓 露出了骨头 经诗文说 狐兄 我看你伤得不轻 不如到寒舍找郎中医治 不知一下如何 狐狸欣然同意 到了家里 经诗文把狐狸抱进内室 吩咐家仆赶快去请华郎中来 不一会 华郎中骑着快马赶来了 他查看了伤口 敷上药膏 包扎妥当 开了一副温补的药方 家仆赶紧去药铺抓回药 煎成药汤 喂给狐狸服下 到了晚上 狐狸幻化成一名英俊的男子 对着经诗文行礼畅诺 他自称崔六郎 经诗文称呼他为崔兄 两人促膝长谈 大有相见恨婉之意 于是铺上红毯 坟炉烧香 跪地行礼 结拜为异姓兄弟 崔六郎尊称经诗文为兄长 从此后 崔六郎住在京府 陪着经诗文读书 有时候 两人骑着高头大马 结伴打猎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时间一晃 就过去三年 这一天 崔六郎坐卧不安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经诗文询问原因 崔六郎 扑通 跪在他的面前 说道 京兄 这次你真的要救我了 经诗文扶起他说道 崔帝 你我是结拜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如有难 为兄 我岂能袖手旁观 你快快讲来 适合缘由 崔六郎讲了起来 原来 但凡动物修炼成仙 到了紧要关口 都必须杜绝 杜绝成功 前途是一条阳光大道 杜绝失败 就会丢失性命 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经诗文拍着胸脑 信誓旦旦的说 崔帝 你快说 我该当如何 崔六郎讲 等一会风雨大作 他拿着宝剑挡在洞口 如果看见怪物 举剑砍杀 只要把怪物赶走了 杜绝就算成功了 经诗文答应下来 拔出宝剑 擦得光芒四射 等着杜绝的时刻到来 过了不久 屋外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 崔六郎趴在地上献出圆形 吓得瑟瑟发抖 经诗文拔剑出门 煞时间 风雨大作 他回头一看 防射早已消失不见 身后出现一个洞口 不一会 就见一股黑烟涌来 黑烟中隐隐约约出现一个怪物 经诗文豪气顿声 大鹤一声 杖剑冲向怪物 举剑就砍 只听惊天洞地一声响亮 经诗文的身子像一片树叶一样 飞舞起来 在他昏昏沉沉地闭上眼之前 听了了狐狸的惨叫声 家里人听见大喊声 赶紧跑进来查看 发现经诗文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赶紧把他扶起来 请来狼中医治 狼中摸了摸经诗文的胸口 还有一丝热气 拿出银针给他针灸 一直过了三天三夜 经诗文才醒过来 当他得知狐狸已经死去 被家人埋在屋后时 经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过了几天 经诗文身体痊愈 写了一篇悼念崔六郎的长文 跑到他的坟前痛哭起来 边哭边念着道文 情深一切 晚上 经诗文刚入睡 就梦见崔六郎走进来 对他躬身作医 说道 天意如此 惊凶保重 在此一别 永无相见之期 我要去人世间轮回了 经诗文急忙哭着道歉 崔六郎好一阵劝慰 临走时 他说 揭开屋顶第七片马 有一礼物相送 那是杜杰当天留下的 日后 你大病之时 可以用来救命 说完 消失不见 第二天上午 经诗文明家扑接开屋顶第七片马 发现一颗很小的珠子 呈红色 他赶紧用锦盒装起来 以备日后所需 后来 经诗文考中进士当了官员 十年后 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医治无效 奄奄一息 这时 他想起了崔六郎的托梦 急忙让老婆打开锦盒 把小珠子喂给他吞服 过了不久 他竟然奇迹般好了起来 有一天 经诗文遇见一名老道 谈起此事 老道说 你吞服的是狐狸修炼的仙丹 才会有这种起死回生的功效 经诗文这才明白 崔六郎临死之时 给他留下了仙丹 眼里不由地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很久很久以前 在深山老林里隐藏着一座古寺 虽然已经破败不堪 却仍然有一些文人来此游玩 吟诗作父 在颓败的墙壁上提字 离古寺不远处 有一个小村落 散住着十几户人家 其中有一对母女 母亲谭慧菊三十多岁年纪 美貌如花 女儿谭孝子是个二八家人 美如天仙 家里的老人都以仙事 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好在家产颇丰 名下有不少粮田 衣食无忧 这一天 县城里的恶少科少良 带着几个恶仆到古寺里游玩 见古寺颓败不堪 没有多少兴致 便往深山走去 发现小村落风景秀丽 一群人腰五贺六地冲进小村里 此时 恰好谭孝子在屋门前的窗外栽种鲜花 被柯少良看见 惊为天人 上前调笑 谭孝子惊慌地跑进家里 关上大门 柯少良焦横跋扈惚惯了 上前把门拍得山响 边拍边吆喝 小娘子陪大爷出去转转 看看风景 大门猛地拉开 谭惠局仗剑跳了出来 喝道 哪个山野小子 竟敢私闯民宅 还不快走 柯少良哈哈大笑着说 别拿剑吓唬人 大爷高兴了 想进谁家的门 就进谁家的门 没有私闯民宅这一说 说吧 一挥手 几个恶仆冲上前 围住谭惠局撕打 柯少良则走进屋里 寻找谭孝子 这时 其他十几户村民们 拿着锄头扫把 喊叫着冲了过来 柯少良见他们人多势众 赶紧带着人溜走了 过了几天 县令坐着小暖轿 来到村里 走进谭惠局的屋里 说是来给柯少良保眉 想把谭孝子嫁给柯少良做地酒房小妾 柯少良的姐姐 是县令的小妾 故此她挨不过柯少良的纠缠 亲自上门说眉 县令以一个县的父母官的身份来说眉 本以为谭惠局会受宠若惊 哪知道她冷冷地说 成蒙县太爷错爱 我家闺女早已许配人家 实在抱歉 县令问道 不知是哪一家 谭惠局说 村头的刘秀才 县令兴兴而去 过了几天 忽然来了几名官差 把刘秀才锁走了 到了大堂之上 县令威逼利诱 让刘秀才解除和谭孝子的婚约 被刘秀才言辞拒绝 过了一会 谭惠局被推上大堂 县令让他解除和刘秀才的婚约 当堂办理 也被他言辞拒绝 县令恼羞成怒 将刘秀才打了二十大板 投入监牢 什么时候想通了 解除了婚约 什么时候就放了他 因为谭惠局是女流之辈 当堂斥责一顿 释放回家 谭惠局骑着小毛驴 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却见家里围着一群村民 谭孝子坐在屋里啜泣 他慌忙询问出了什么事 大家七嘴八舌地讲 趁着谭惠局不在家里 柯少良带着恶仆来抢谭孝子 被村民们轰走 晚上 母女俩坐在灯前 谭惠局脸色凝重 说道 小子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刘秀才关在监狱里 我们母女俩早晚会出事 你到刘秀才家里先躲几天 我要到京城去一趟 谭惠局坐着马车 日夜兼程 到了京城 可是 皇宫戒备森严 岂是他一个民女 能够擅自进入的 他只得在宫门外徘徊 过了一段时间 皇帝要去秋冽 坐着龙眼 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出了皇宫 刚出宫门不久 谭惠局扑了上来 高喊冤枉 被侍卫们拿下 有人要告狱状 皇帝赶紧令人马停下 让侍卫把谭惠局压到龙眼前 谭惠局拿出一幅字画 侍卫接过交给太监 太监帝给坐在龙眼里的皇帝 皇帝展开一看 正是他留下的墨宝 往事顿时浮现心头 急忙掀开车帘 失口说道 小菊 想煞寡人也 当初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 微服出外游玩 那时候古寺里香火兴旺 太子游玩了古寺 兴致不减 继续往深山里走去 在一条小溪边 邂逅了洗衣的谭惠局 两人一见钟情 每天出来约会 半个月后 太子表明了身份 留下一幅字画为凭 告辞回京 声言要禀告父皇 来迎娶谭惠局进宫 可是 这一去就杳无音讯 太子怎敢迎娶民女 回到宫里 自然不敢声张 后来 继位当了皇帝 更不敢张扬此事 谭惠局生下女儿后 父母气得双双病亡 他用太子留下的珠宝 置办了许多家产 母女俩苦度时光 谭惠局 讲了母女俩目前的遭遇 皇帝很震惊 下旨责令大理四卿 到县城督办此案 皇帝要留下谭惠局叙旧 谭惠局流着泪说 这十几年里 日日夜夜期盼你来接我们母女进宫 如今早已梦醒 情思斩断 形同陌路 转身掩面狂奔而去 大理四卿赶到县城 释放了刘秀才 把县令和柯少良抓起来治罪 柯少良作恶多端 判处斩刑 县令知法犯法 急去官职 永不录用 没收家产 案子就此了结 后来 刘秀才和谭孝子完了婚 他苦心读书 一路科考下来 中了进士 皇帝知道他是边外女婿 特地把他留在京城为官 为以重任 很久以前 有一个农夫名叫尤叛财 夫妻俩经过几年积攒 终于买了一头水牛 虽然是一头母牛 总比没有墙 那时候 水牛是一笔不小的家产 好多农户买不起 只能靠人力耕田 游叛财家里有三亩水田 还有两亩汉帝 原先需要请人来耕田 如今有了水牛 就不用请人了 有了水牛就需要一间牛栏 游叛财在屋侧建造了一间牛栏 他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天 终于把牛栏建造好了 于是把水牛关进牛栏里拴住 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仿佛看见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在向他招手 当天半夜里 游叛财的老婆吴氏突然从睡梦里惊醒 嘴里说着胡话 手脚乱动 游叛财推了好一会 吴氏才睁开眼睛 虚弱地说 有个黑脸大汉追打我 说我不该让牛栏塔他的住处 被他打过的地方 现在都非常疼痛 游叛财不以为然 不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吗 人生在世 谁还没有做过几回噩梦 他劝为了吴氏好一会 吴氏才安下心来 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过了不久 吴氏尖叫一声 大哭大喊起来 游叛财惊醒 赶紧询问他怎么了 吴氏哭着说 他又在打我 就是那个黑脸大汉 下手很重 我好疼 游叛财赶紧点起灯 有了灯光 吴氏才安静下来 却再也不肯睡 披衣起来 做到天亮 天亮后 吴氏出了屋门 掀开衣袖一看 哭叫起来 游叛财赶紧跑过去 一看之下 不禁大惊失色 只见吴氏的两条胳膊上 到处是渝青 吴氏哭着说 这是黑脸大汉掐的 只要我睡着了 他就用手使劲掐我的胳膊和小腿 说吧 吴氏掀起裤脚 只见小腿上也不满渝青 游叛财认为吴氏得了病 赶紧请来郎中医治 郎中看了看渝青 抬起头来 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两口子在一起生活 避免不了吵吵闹闹 但是你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啊 吴氏赶紧辩白说 不是我当家的打的 梦里有个黑脸大汉打的 郎中大笑着说 你是一个贤惠的老婆 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你老公护短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呀 编个故事就能糊弄过去 像小腿这么私密的地方 只有夫妻才会接触 外人根本不可能触摸到 游叛财苦笑 这是还真说不清道不明 郎中留下药膏走了 游叛财给吴氏涂了药膏 还真有效 余清淡了许多 到了晚上 吴氏心有余悸 不敢入睡 在游叛财的安慰下 三更天的时候 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游叛财刚入睡 忽然听见吴氏撕心裂肺地哭叫起来 他赶紧坐起来 只见吴氏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 哭喊道 他用铁毛戳我的大腿 钻心地疼痛 游叛财掀开被子一看 吴氏的大腿内侧 肿起一个小疙瘩 变成了紫色 吴氏再也不敢睡觉了 穿衣起来 坐在椅子上 守着灯烛到天亮 游叛财心中明白 遇上邪氏了 天亮后 他赶紧跑到山顶破寺里 找方丈求救 可是方丈下 山话园去了 新进来了一个云游僧 穿着黑色的破烂袈裟 正在啃着鸡腿 听了游叛财的话 他抹了一把油腻腻的嘴巴 大笑着说 这种事 找我就行了 走 看看去 到了游叛财的家门口 云游僧一眼看见牛兰 大笑着说 是了 是了 你的牛兰见错地方了 压住别人的阴宅了 游叛财惊讶地问道 牛兰下面是坟墓 云游僧告诉他 坟墓里埋着五百年前的一名军汉 因为生前杀伐太重 阴曹地府不准他投胎转世 要在阴间府苦役五百年 过一段时间 苦役期限就满了 他让游叛财把君汉的骨饰移出来 好生安葬 并要烧纸告罪 游叛财气愤地说 他下手那么重 我老婆身上都是淤青 我为何还要如此敬重他 干脆把他的骨饰挖出来 扔到山野里 云游僧王说 千万不可 你不要得罪他 由怨生恨 后患无穷 由爱生恩 报答一生 你对他敬重 他会帮你二十年 说吧 念诵了一声佛号 告辞而去 游叛财从牛兰往下挖 大约五尺深的地方 果然挖出一口腐朽的棺木 尸骨旁放着一根生锈的长毛 他将古事移出 选了一处好地方安葬 并恭恭敬敬地跪下烧纸叩头 祈求原谅 当天晚上 吴氏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 身上的淤青都不见了 一年后 母牛产下一头小公牛 在母牛生产的前一晚 由盼财梦见一名黑脸大汉来向他辞行 说道 我的坟墓 你要帮忙照料 我的服役期已满 要来辅佐你二十年 说完 静止向牛兰走去 游叛财心知肚明 小公牛就是君汉投生的 小公牛成年后 长得非常健壮 浑身有始不完的劲 于是 农贤的时候 游叛财当起了车把式 赶起了牛车 几年下来积攒了一些银子 他用来置办良田 十多年后 他家富裕起来 二十年后 老牛果然死了 游叛财很是伤感 把他安葬在君汉的坟墓旁边 每一年的清明节 给君汉扫墓时 都会祭奠老牛一番 话说 山东邹平县有个叫做张公亮的公子哥 喜欢养鸽子 专门按照歌经 搜罗天下绝品 他把鸽子像婴儿一样养育 冷了就敷上干草粉 热了就喂食严厉 鸽子有个不好的特征 就是喜欢睡觉 容易得麻痹症死掉 为此 张公亮专门到扬州 花了十两银子 买了一只好动的鸽子 他喜欢不停地走动 不到死就不会停下来 白天让人看护着他 晚上就把他放进鸽群里 让他惊扰鸽群 以免鸽子们得了麻痹症 这种鸽子 叫做夜游 张公亮对鸽子的用心 由此可见一斑 山东一带养鸽子的行家 属张公亮第一 他也常常以此自夸 一天晚上 张公亮正在书斋里看书 忽然进来一名白衣少年 张公亮不认识 问他是谁 白衣人说道 相逢何必曾相识 四海为家的人 不说姓名也罢 张公亮问他 有什么事 他说 久闻大名 特来观赏 他养的鸽子 张公亮很高兴 就把所养的鸽子 全部展示了出来 白衣人夸赞说 果然名不虚传 俗话说 来而不枉非离也 我也养有几支鸽鸽 你愿意去观赏吗 张公亮同意了 就跟着白衣人走了 踏着朦胧的月色 在旷野中走了不久 来到一座道观 院子里没有灯火 显得很是阴暗 白衣少年站在院子里 手指放在嘴里 呼哨两声 飞来两只鸽子 鸽子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全身羽毛雪白 两只鸽子飞到屋檐那么高 边翻金斗边相扑争斗 让人眼花缭乱 过了一会 白衣少年手一挥 两只鸽子飞走了 然后 白衣少年捉起嘴唇 发出两声 奇异的叫声 飞来一大一小两只鸽子 大的鸭子那么大 小的拳头那么大 两只鸽子站在台阶上 开始像仙鹤一样 翩翩起舞 大鸽子伸着脖子 张开双翅 像孔雀开平一样 边跳边叫 小鸽子飞摇着大鸽子头顶 盘旋起舞 身姿如同燕子掠水一样 叫声清脆 如同敲着波浪鼓一样 两只鸽子鸣叫呼应 很有节奏感 张公亮赞叹不已 觉得自己的鸽子根本没法和他们比 羡慕之情 溢于言表 张公亮厚着脸皮 恳求白衣少年把这两只鸽子卖给他 白衣少年不同意 但是他被张公亮纠缠不过 于是发出叫声 呼出原先的两只鸽子 把他们送给张公亮 张公亮捉住鸽子观看 只见月色下 鸽子的眼睛像琥珀一样透亮 黑眼珠宛如花娇丽 翻开翅膀 只见肋肩的肌肉晶莹透亮 五脏六腑都能看清楚 张公亮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鸽子 很是诧异 爱不释手 但是他还不满足 继续像白衣少年所要跳舞的两只鸽子 正在纠缠不休的时候 突然亮起几只火把 原来是张公亮的仆人不见他回来 来寻找他 张公亮扭头和仆人打过招呼 回头一看 白衣少年忽然变成了一只白鸽 相机一样大 飞向空中不见了 再一看 倒灌也不见了 变成一座小坟墓 旁边长着两棵白树 张公亮对这两只鸽子宠爱有加 过了两年 这对鸽子生了三只公鸽和三只母鸽 好多亲朋好友找他索要 张公亮一概拒绝 这一天 有个高官见到张公亮 询问道 贤侄 听说你养了很多鸽子 这个高官是张公亮父亲的好友 张公亮应对了几句 就退出来了 张公亮寻思 高官询问鸽子 莫非他也喜欢养鸽子 有所暗指 是要自己送鸽子给他 张公亮有点舍不得 但是想到他是长辈 又不能服面子 他想了想 要是送给普通的鸽子 又担心被高官看穿 则怪他应付场面 于是一咬牙 把小白哥送了一对给高官 而且他还洋洋自得 这对小白哥非常珍贵 比送千金的礼物还要有面子 高官应该很满意 过了几天 张公亮去拜访高官 以为高官会夸奖他 哪知道他绝口不提鸽子的事 张公亮忍不住 便问道 叔父大人 我前几天送给你的白鸽 还满意吧 高官说道 还不错 很肥美 张公亮大惊 问道 你把他们吃了 高官说道 是啊 鸽子不就是吃的吗 张公亮说道 可是 这是罕见的品种啊 世上不可多得 高官呵呵一笑 说道 我看味道也没有特殊之处 张公亮心中充满悔恨 如此珍贵的品种 却被吃了 真是抱舔天物 本以为他喜爱鸽子 也是养鸽高手 谁知道 自己会错了意 他也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白白送了两只鸽子的性命 到了晚上 张公亮梦见白衣少年来了 责怪他说 我本来以为你真心爱惜鸽子 才把子孙送给你赵管 想不到你却把他们送给别人 满足了别人的口腹之欲 让他们遭受了杀身之祸 你不配养鸽子 我把他们带走了 说吧 白衣少年变成一只白鸽 冲天而起 张公亮养的那几只白鸽 都跟着飞走了 张公亮一惊 醒了过来 忙去查看鸽笼 那几只白鸽都不见了 他心里充满懊悔和歉意 把自己所养的鸽子 都送给亲朋好友 再也不养鸽子了 古时候 天庭里心提拔了一位神仙 人称呼大仙 位列仙班醉末 面对仙班里那些大老神仙 呼大仙从不觉得自己渺小 既不对他们点头哈腰 也不对他们言听计从 他总会冒出新奇的想法 上奏玉帝 整顿神仙队伍 提高神仙素质 这让神仙们很不爽 他们推举太白金星出头 联名上奏玉帝 认为呼大仙还是一名愣头青 思想上不成熟 锋芒太露 需要历练 玉帝准奏 让呼大仙到人间历练一世 呼大仙投生到楚地一户信宴的人家 父亲给他取名燕真物 燕真物非常聪明 读书过目不忘 从小被誉为神童 十四岁便以第一名中了秀才 名声大造 第二年 被举荐参加乡试 考官在阅卷时 发现一篇文章写得非常不错 不由地拍案叫绝 正想列为幽等 忽然一阵困意来袭 迷迷糊糊地把此文列为列等 放进卷宗里去了 考官的困意是太白金星史的阴招 他时刻关注着验真物的动向 发现他参加乡试的文章写得不错 中举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便下反隐身在考官旁边 使用法术 让燕真物落了榜 燕真物没有考上举人 不以为意 他还年轻 刻苦读书 过三年可以再考 他变得更加勤奋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科举考试 为朝廷效力 实现梦想 施展报复 转眼间三年过去 燕真物又参加了乡试 这一次 他的文章更加精彩 文稿被文士们私下传抄 凡是看到的人 无不喝彩 认为此次乡试第一名 非他莫属 可是 等到榜单公布 燕真物却榜上无名 他又一次落榜了 众人哗然 都叹息燕真物时运不济 无庸置疑 又是太白金星暗中捣鬼 燕真物心中郁闷 可是 他还抱着希望 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相识上 毕竟 他才十八九岁 人生的道路 还很漫长 一点挫折算什么 他心里充满信心 但是 有太白金星暗中观照 燕真物又如何能考上举人 以后连续两次相试 他都名落孙山 燕真物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酗酒 他对科举考试彻底失望了 好在家产充足 他开始游山玩水 用诗词抒发胸意 日子倒也惬意 太白金星不爽了 燕真物的日子过得也太快活了 他飘然下凡 来到燕真物常去的酒馆 燕真物喝醉了 常常会在酒馆的墙壁上 提写诗词 墙壁上留下不少 他提写的诗词 太白金星 模仿燕真物的笔迹和语气 提写了一首抱怨朝廷的诗词 有人看见了 向县令举报 县令把燕真物抓进监狱里 家里人变卖家产 财产花去十之八九 才将燕真物弄出来 燕真物的父母双双郁闷而死 过了不久 他的妻子也病死了 燕真物开始抱怨人生 痛骂世道不公平 但是 牢骚归牢骚 生活还得继续 为了生计 开始学做生意 他拿出剩下的所有钱财 把房子也抵押了 借了一笔钱 听从做生意的老表的建议 购买了一船茶叶 运到外地去卖 太白金星找到洞庭湖龙君 让他把燕真物的茶叶传承诺 龙君询问原因 太白金星笑着说 这人太狂傲了 将他逼入绝境 让他醒悟 于是 龙君派遣一条猪婆龙 把船只掀翻 燕真物侥幸得托 燕真物变得一无所有 老表可怜他 把他介绍给刘寡妇 刘寡妇又老又丑 但是有房有甜 吃得饱穿得暖 燕真物本不愿意 老表说 活命要紧 你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 燕真物长叹一声 入坠到刘寡妇家里 刘氏脾气不好 话语粗俗不堪 对燕真物总是腰五喝六的 他只得忍气吞声 连抱怨也没有了 变得沉默寡言 这一年 到了年底 刘氏让燕真物推着一车面粉 到集市上卖钱 半路上 太白金星把几个袋子 暗地里割开了几条口子 直使疯婆子刮起一阵怪风 面粉全部被吹走了 回到家里 刘氏一顿贺骂 连饭也不给燕真物吃 燕真物悲愤难耐 来到河边 仰天悲叹一声 就要投河自尽 这时 太白金星出现了 说道 你只要把腰弯一弯 把膝盖弯一弯 一切就会顺利起来 何必激傲不逊呢 燕真物若有所思 沉默片刻 他扑通跪在太白金星面前 太白金星哈哈大笑 伸手在燕真物的头顶一拍 燕真物恢复了忽大仙的容貌 忽大仙如醍醐灌顶 醒悟过来 抱拳说道 多谢太白金星点拨 夏仙感激不尽 太白金星笑着说 醒悟了就好 欢迎忽大仙归位 带着他飞升天界 众神仙都在南天门迎接 彼此的赞美之声 不绝于耳 忽大仙从此站在仙班末位 跟着神仙大佬们随声附和 神仙大佬们对他也和颜悦色 纷纷皮笑肉不笑地拍着他的肩 鼓励他好好干 可是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忽大仙的脑海里 常常冒出一个念头 我是谁 故事后 有个书生名叫昌九天 为人豪爽 喜欢结交天下豪杰 有一天 他到山野游玩 在深山老林里 一块空旷的草地上 看见两人在喝酒 一个文士打扮 一个豪客打扮 他们看见昌九天 大声邀请他一起喝酒 昌九天也不客气 盘腿坐在草地上 举起酒碗就喝 三人边喝酒边 天南海北地扯着闲话 昌九天 很喜欢两人豪侠的气概 两人也喜欢昌九天的洒脱 三人越说越投机 后来干脆结拜为异姓兄弟 昌九天年纪最小 他们称呼他为三弟 侠客姓时 名叫石孝山 年纪最长 自然是大哥 文士姓林 名叫林吹雨 排在第二位 三兄弟开怀畅饮 一醉方休 三人一直喝到月上柳烧头 昌九天不但年纪最小 酒量也最小 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 以天为曼障 以草地为床铺 头枕着双臂 憨然入睡 等到昌九天醒来时 已经晨曦微露 他发现大哥和二哥都已经走了 急忙起身 背着行李 急匆匆地下山而去 闲暇时 昌九天时长思念这两个结义兄弟 只怪当初只顾喝酒 忘了问他们的住址 也没法去探望他们 这一天 昌九天忽然心血来潮 站在院门外眺望远山 只见山林里穿行着两人一驴 带到走近 看清楚面孔 昌九天大喜 飞跑着迎上前去 大哥石啸山背着山货 二哥林吹雨挑着一淡酒 驴子背上驮着很多野味 他们探望三弟昌九天来了 昌九天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里 兴奋地说道 大哥二哥 想杀三弟了 本想探望你们 却又不知住在何处 石啸山大笑着说 我和你二哥逍遥山林 没有固定居所 不来也罢 要是想念三弟了 我们自然会来探望你 昌九天问道 对了 大哥二哥 你们是如何知道 我的住址的 林吹雨嬉笑着说 当日你告诉过我们的 难道喝醉了 不记得了 昌九天摸着头黑黑直乐 说道 或许是这样吧 三个人摆起韭菜 开始喝酒 石啸山站起来说道 我来捂一段剑术 来给两位贤弟助兴吧 当即拔剑起舞 慷慨高歌 颇有英雄豪气 舞吧 他插剑入鞘 坐下说道 三弟 大丈夫在世 当干一件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 方显英雄本色 才不往来人事一趟 林吹雨捧着酒杯 一脸神往地说 我和大哥早已约定 去干一件震惊天下豪杰的大事 总好过整天 无所事事 老于山林之中 昌九天兴奋地说 我们是结义三兄弟 干大事怎能少了我 我也去 石啸山说 我和你二哥没有羁绊 三弟你尚有老下有小 怎能拖累于你 无论昌九天怎么恳求 两人就是不同意 当晚 三人抵足而眠 沉沉睡去 两人一直在昌九天家里逗留了半个月 才依依不舍地告辞而去 昌九天舍不得他们离去 赠送了好多礼物和一坛好酒 两人推脱不掉 只得收了 石啸山骑着毛驴 林吹雨挑着礼物 大家一一惜别 昌九天送了一城又一城 林吹雨说道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三弟 适可而止 回去吧 石啸山 抱拳说道 三弟 你又何必像个女流之辈 如此儿女情长 昌九天站住脚步 洒泪而别 回到家里 他闷闷不乐 总觉得心里像少了一点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 昌九天去县城办事 忽然发现城墙上贴着布告 挤进去一看 原来出了大事情了 再像晚上被人杀死在官邸里 现在发出海捕文书 全国缉拿凶犯 昌九天暗想 难道是大哥二哥所做的 他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和家人说起此事 大家惊疑不定 过了几天 半夜里 昌九天忽然梦见石啸山和林吹雨走进来 说道 三弟 这次是来道别的 原来 石啸山是老虎精 林吹雨是狐仙 两人气愤奸臣当道 相约到了京城 晚上前进宰相府 刺杀了宰相 人间拿他们没有办法 但是天庭追究他们改变天术的罪责 剥夺了他们的先级 打下凡尘投胎转世 如此一别 再无相见之妻 昌九天不由地大哭起来 林吹雨笑着说 三弟 不必伤心 三兄弟 还有相见之妻 说完 两人不见了 一转眼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 这一天晚上 夫人临盆 昌九天坐在厅堂里 焦急地等候 忽然 她看见石啸山和林吹雨走了进来 满脸惊喜地站起来迎接 却见他们静止进了内室 昌九天急忙追了进去 刚到内室门口 就听见 接生婆喊道 生了 夫人生了一对双胞胎 两个少爷 昌九天 恍然大悟 两个结拜兄弟 投生到他家 给他当儿子来了 他不由地 想起了做梦那碗 林吹雨的话 可不是吗 三兄弟又见面了 两个儿子 很是调皮 有时候 管不住了 昌九天就说道 你们虽然 是我的结义兄弟 可是也不能 不听爹的话呀 每逢此时 夫人总是对着小丫鬟笑着说 快看 老爷又说胡话了 谢谢大家